大陸漁船在原地打转甩尾 不让海巡舰艇靠近相当强悍 海巡人员准备登船检查 大陸漁船甩尾拒捕加速逃开 还从船上放下好几条绳索 企图让海巡舰艇搅揽 好 放到船上 我已经帮你拍摄好了 不是你 就放两条 就放两条了 漁船使出各种奥波 就是不让海巡舰艇靠近 船上渔工双手核实 拜托海巡不要登船 甚至抱着瓦斯桶 把自己当人肉炸弹 拒绝海巡登检 双方对峙了三个多小时 渔工在两船碰撞的瞬间跑开 海巡人员趁机登船 查获船上两顿的渔货 并且勒令渔工 将渔货全部海抛 大陆渔船持续海抛当中 持续海抛 发现一百六栋艇后 立即加速逃逸 并运用舌型 甩尾 船尾释放绳索 持瓦斯桶等方式拒减 春节过后 海巡转家 大陆渔船开始越界捕鱼 碰到海巡舰艇 还使出甩尾等奥波拒捕 索性都被海巡一一的化解 十三名大陆渔工连人带船 被押回台中港调查 记得邀请黄总盈台中报道